大家好 这里是最佳拍档 我是大飞 先给大家看一段 这两天在国内外的社交媒体上 都已经传疯了的视频 相关的关键词搜索 不仅在B站排名第一 微博推特也是火的一塌糊涂 网友们纷纷直呼 PS一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现在P图真的只需要轻轻点两下 AI就能够彻底理解你的想法 小道竖起狗子的耳朵 大道让整只狗从站起到蹲下 甚至让马 插开腿 跑跑步 都只需要设置一个起始点和结束点 然后拽一拽就能够搞定 而且不光是动物 像汽车这样的非生物 也能够一键瓦绳底座 甚至升级成家常的豪华车 而这些只是AI修图的基本操作 如果你想要对图像实现更精准的控制 你只需要画个圈 给指定区域图白 AI就能够让狗子转个头看向你 或者让照片中的小姐姐眨眨眼 甚至是让闭着嘴的狮子张开大嘴 你都不用找牙齿的素材 AI就能够自动给它安上牙齿 完整的演示视频 我们会放在本视频的结尾 让大家一口气看个够 这个有手就能做的修图神器 来自于一个MIT 谷歌 马克思普朗克计算机 科学研究所等机构 联手打造的DragGAM新模型 这篇论文已经入选 SIGGRAPH2023 实在让人想不到 在现在这个扩散模型 独领风糟的时代 竟然还能有人把GAM玩出新花样 目前这个项目在GitHub上 已经有5600多的STAR 热度还在不断的上涨 关键是 它一行代码还没发 预计要6月之后才会开源出来 那么这个DragGAM模型 究竟长什么样子 它又如何实现的 刚刚神异般的操作呢 实际上这个DragGAM模型 本质上是为各种GAM开发的一种 交互式的图像操作方法 它以StyleGAM2的架构为基础 实现了点点鼠标 拽一拽关键点 就能够P图的效果 具体来说 就是给定StyleGAM2生成的一张图片 用户只需要设置几个控制点 也就是红点 以及目标点 也就是蓝点 并且能圈出你要移动的区域 比如说你想让狗转一下头 那就把狗头给圈出来 然后模型就会迭代的去执行 运动监督和点跟踪这两个步骤 其中运动监督会驱动红色的控制点 向蓝色的目标点移动 点跟踪则用来更新控制点 来跟踪图像中的被修改对象 这个过程会一直持续到控制点 达到它们对应的目标点 运动监督和点跟踪 就是Dragon模型中最主要的两个组件 先说说这个运动监督 在这篇论文之前 其实业界还没有太多关于如何监督干生成图像的点运动的研究 而在这项研究中 作者提出了一种不依赖于任何额外神经网络的运动监督损失 它的关键思想是 生成器的中间特征 其实具有很强的鉴别能力 因此一个简单的损失就足以监督运动 所以这个Dragon的运动监督 是通过生成器特征图上的偏移补丁损失 Shifted Patch Loss来实现 比如说你要移动控制点P到目标点T 就要监督P点周围的一小块Patch 也就是红色的圈 向前移动的一小步 也就是蓝色的圈 再来说说点跟踪 之前说到运动监督会产生一个新的Latent Code 一个新的特征图以及新的图像 由于运动监督步骤 不太容易能提供控制点精准的新的位置 因此我们的目标是更新每个收银点P 让它能够跟踪对象上的对应点 以前的点跟踪通常都是通过光流估计模型 或者是粒子视频方法来实现的 但是这些额外的模型可能会严重的影响效率 并且在Gun模型中存在围影的情况下 可能会使模型遭受累积误差 因此作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可以通过最近林检索 在相从的特征空间上进行点跟踪 有了以上两大组件之后 DryGun就能够通过精准控制像素的位置 来操作不同类别的对象 完成姿势形状布局等方面的变形 论文的作者表示 由于这些变形都是在Gun学习的图像流行上进行的 它遵从了底层的目标结构 因此面对一些复杂的情况 比如说有遮挡的时候 DryGun也能够产生逼真的输出 这种精准控图的效果 是否需要巨大的算力才能够支持呢 并不是 大部分的情况下 每一步拖拽修图 单张RTX3090GPU 在几秒钟内就可以搞定 不仅仅速度快 生成图像的效果 也超越了很多同类的模型 包括RAFT和PEPS等等 除此之外 如果增加关键点的数量 还能够实现更加精细的AI修图效果 即使用在人脸 这种对修图要求比较严格的照片上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DryGun可以试用的图像类型 不止于开头我们展示的人物和动物 还包括汽车 细胞 风景和天气等等的 多种类型 而且从站立到坐姿 从直立到跑步 从跨着站立到并腿站立 这种姿势变动较大的图像 也能够通过DryGun来实现 在PS界曾经有一个横古老的段子 就是说把大象转个身 现在可能也要成真了 不过也有网友指出了 DryGun目前面临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由于它是基于 StyleGun2生成的图片来进行批图的 但是StyleGun2它的训练成本很高 因此DryGun距离真正的商业落地 可能也还有一段距离 另外我们刚刚说到的修图速度快 主要还是基于265×265分辨率的图片 至于模型是否能够扩展到265×265以外的图像 生成的效果又怎么样 这些还都是未知数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至少高分辨率的图像 从生成的时间来看 肯定还有更长的 这个模型实际上手的效果究竟如何 还要等到6月份论文代码开展之后 我们一册来见真章 最后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论文的团队 DryGun的作者一共有6位 分别来自于马克思·普朗克计算机科学研究所 萨尔布鲁肯视觉计算 交互与AI研究中心 MIT 宾夕法尼亚大学 以及谷歌的AR VR部门 其中包括了两位华人 第一作者潘新刚 他本科于201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博士于2021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 师从汤晓鸥教授 现在是马普计算机科学研究所的博士后 今年6月份 他将进入南洋理工大学担任助理教授 另一位是刘灵杰 2019年香港大学博士毕业 随后在马普信息学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 现在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助理教授 领导该校的计算机图形实验室 也是通用机器人自动化传感与感知 JRAPSP实验室的成员 比较搞笑的是 为了展示Dragon模型的可控性 一作作者潘新刚还亲自上阵 演示了自己从生发 瘦脸和露齿笑 这三个连续的P图效果 好了 主要的内容就介绍到这里 让我们来看一下完整的demo视频演示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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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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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